而就在ECFA签署前夕 泛律阵营积极展开反制动作 民进党在上个周末举办大游行之后 把下一个战场锁定在立法院 誓言要严格把关 逐条逐项来审查ECFA的内容 另外台联卷土重来的ECFA公投提案 也已经跨过了第一阶段的联署门槛 预定在星期三就会送交中选会 六六大游行在野党和民众 发出反对ECFA的声音 而ECFA协议得送到立法院审查 民进党已经将立法院 视为接下来的战场 不只坚持逐条逐项审查的立场 还要召开宫廷会 让产学界对ECFA都能实质监督 觉得应该找受损的这个行业 以及这个业界代表 学界的代表 好好的来开机场宫廷会 来让大家了解说 政府的因应措施 是不是经得起考验 知事行政院长吴敦毅 已经愿意到国会 做ECFA专案报告 国民党还举例 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 台湾参与WTO案 合中美洲五国签FTA 都才广泛讨论 整案表决的模式 不解民进党为何在 ECFA审查立场上 做事经非 都是广泛讨论 然后全案表决 那民进党 以前是做这样处理 那现在总不能因为 就签订ECFA 他说以前对的 现在是错的 不能这个样子 要召开林淑菲 那时候我们在那处理 再也反制ECFA 除了立院战场 台湾ECFA公投提案 6月3号曾遭到公审会否决 如今又重新发动公投案 目前联署书 已经达10万多份 超过第一阶段 联署门槛 8万6千人 国民党跟中国签署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 就能够再提出 新的公投案 选择在ECFA签订后 马上就提公投新案 由于公审会 过去驳回的理由 是一理由书和主文不合 这一回台联强调主文不变 但会小幅修改提案理由 要让公审会没有借口 再否决公投案 接下来小英雷齐台北报道